即时翻译功能的应用 来,我们再来做一次 我现在点这个相机 对不对 那再听一下 你看一下 我这边靠近左边这个萤幕上的菜单 其实照到它会即时翻译 它会即时翻译 那下面这边有个相机 我们可以把它点起来 红色这个相机 当我点选这个在做什么 你看一下 点完以后呢 它就进行扫描 扫描会抓到里面的文字 假设说我想知道这一排 刚抖的半夜一直抖 我看不清楚了 我只想看这一排 那手指头从这边滑过去的时候 它就只翻译这一排 哦,这一排是什么 两种口味的奶油跟奶酪 那假设我想看这个 对不对 刚刚一直抖一直抖啊 这是我菜单 那这什么东西 啤酒跟race 哦,这翻译有点 来 那再看这个项目是什么 你滑过去 它就跟你翻译哪里 哦,太多了 这一排 那也许有些是专业术语 或是它们特色的东西 哦 这用面包做的细节 那如果点这里就全选哦 就是把扫描抓到的画面 做什么事情呢 来,我点这个全选 全选 全选完以后呢 再点这一颗 就是把刚照到的画面 整个把它翻译成中文 上面是中文 下面是英文对照的地方 这个,这个做法就像这样 哦,那如果在Google世界里面 如果点心哦 就是把这一页加到我的最爱里面去 那我们这个就不加 因为一直在改 比如说我这边再往下移点 看下面的菜单这个 好,再来一次 好,我再使用我的这个 相机的扫描功能 去扫下面这个 沙拉跟蔬菜的素食的这个 啊,去期是不能抖的 这素食的 这地方 Vigetarian 来来来 他正常就在翻译 就怕你一直 手一直抖一直抖 对不对 我再退一点 算了,我就认命了 怎么办 就点什么 红色相机 红色相机就进行什么 画面的扫描功能 好,我现在再来点 红色相机扫描功能 他就把画面抓到的东西 把它取出来 再看一遍 手指头滑过去 会告诉我这一排是什么 主要这一台是沙拉跟素食主义的 来,OK 那再选 那这一排是什么 吃什么 用什么草本奶油做什么 来 那点全选 就是把整个文字全部抓起来 有看到蓝色这个 抓到框框了 所以这时候再点这一颗 点这一颗就进到全文翻页 你刚扫描到的东西都在这里 对照 所以想跟各位报告 这一颗是扫描功能 他不是把照相照下来 主要在做这个